那么接下来兄弟们啊 就什么事呢 就是今天咱们此时此刻 所有老铁都关心的事了 就是中东现在已经乱逃的了 什么事就在昨天 5月27号的时候 在拉法口岸 埃及士兵 向以色列的军人直接开枪了 双方直接发生枪战 不是肉身互搏 直接给你开枪枪战 根据外媒的报道什么概念啊 都说这次的交火事件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说是埃及士兵 先向以色列的一个军车开的火 然后以色列士兵进行了还击 怎么说呢 这个描述其实也不错啊 也不算错 但是呢片面一点 怎么个事老铁们 看完新闻之后 我去查了一下 现在整个以色列那边 把相关新闻全给删了啊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相关其他人的发的新闻和消息 没想到运行还挺好的 一下就找到现场拍摄的视频了 本来我想给你们看 但是有点太血腥了啊 有点怕怕那个对号有影响 所以说我只能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过程来龙去脉老刺激了 大家都知道啊 老灯呢 为了能够稳住内塔尼亚湖 那是亲自给埃及总统赛西打了个电话 求着埃及总统说 你赶紧把拉法口案给我关了 为啥这么要求他 你们知道吗 昨天咱讲过 因为什么 一旦埃及把口案关了之后 那么好 以后国际社会再想给加沙送什么物资 送什么补给 只能通过以色列 只能通过以色列来转手 而一旦加沙百万难民的口粮 都要靠以色列高抬贵手 那你就想到那个时候 内塔尼亚湖不是得用饥饿战术吗 要啥来啥吗 要跪一跪 要哈巴斯都将投降吗 然后把加沙一百万难民 直接给你清空了 逐步给你清空 最后实现彻底彻底的占领加沙 对不对 所以昨天说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在担心 真的 有点担心埃及这个小身板 有点扛不住 拜登这个胡萝卜加大棒 但是兄弟们 我万万没想到 我真是有点小看埃及总统赛西了 这哥们不会是跟反美大王来袭 就差一个字的大哥 人家拜登那是声泪俱下跪求的 人说了 大哥活了八十多岁 兄弟没求过谁 今天求你埃及人说滚 真的说滚 但是埃及总统来就一句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啥 你不就想帮以色列拿下加沙吗 今天我告你老拜登 以前我们埃及是有点没出息 是当了你美国半个狗腿的 但是今天开始我就告诉你了 我们埃及站起来了 我们埃及起立了 你所有针对巴勒斯坦的提议 老子不会同意的 还有的吗 就这个话说完啊 你别说咱们听着解气了 就连美国政府这帮人听了 那也是心脏砰砰直跳啊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对埃及的威胁那么大 结果埃及居然不怕 还敢硬钢 你说这事整的兄弟们啊 拜登他也没办法 心说了 埃及搞不定 我还是搞内塔尼亚湖吧 结果老登说刚说完埃及不愿意关闭口岸 内塔尼亚湖一句话没说 把电话给撂了 你们敢想我一句话没说 然后兄弟们转头召开了一个叫国防部的最高会议 昨天的事 在会上内塔尼亚湖直接讲话了 说我已经算我护损了 你们也别说话了 不就仨人吗 你俩就举手同意就完事了 如果想用炸弹直接把夹杀人全给我干死 咱的炸弹不够 这个不是不够 而是远远不够 你再这么拖一起 我们的军队挺不住了 说实在没枪没炮 没钱没人 说完这个话之后 加兰特这个刺头啊 直接讲话了 直接反对小胡子说 大哥你你说不对 我也就是我尊重你 关系你说一声叫声大哥 你有屁快放 乙军败了你是死的最快的那个 你知道吗 要说这个话说的很难听 但内塔尼亚湖当时啥也没说 真的是淡淡就说了一句 先把粮食跟补给断了 然后安排个瘟疫 传染个什么小小毛毛病病的 直接把这个百万难民都给处理了 等人没有了 自然就不反抗了 家门你看多损呢 叫生化武器呀 这话说完之后 我得个乖乖呀 加兰特这个筷子 那个筷子手啊 听完之下都愣了 心想说了 你搞这些不怕传染给自己人吗 你是神经病吗 是不是啊 你都不是筷子手 你是柜子手了 你是真够狠呢 太损了 就咱就说呀 不过震惊归震惊啊 家人呐 这个计划呢 加了 那么说完这个事儿 就说咱家最关心的事儿了 在哪儿南海啊 咱昨天讲了 这个事儿肯定大家都爱听 是不是啊 菲律宾这把事儿 飞猴子又嘚瑟了 怎么个事儿呢 昨天咱们刚讲完吧 说咱们这边发了一个联合的报告 要求什么呢 要求菲律宾呢 立马把那个仁爱教这个破传过拖走了 是吧 你已经严重危害了仁爱教那一片的珊瑚 人都不长都死了 你那些屎都是垃圾屎 那些粪面都是垃圾粪粪面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今天起来一看 仁爱教这边出了好几个大事儿 咱先一个个来说啊 第一件事儿 昨天咱发布了初步调查报告之后呢 这个美国人慌了 知道吗 又是取消什么撤走提风导弹系统 又是让他的狗当狗头啊 让日本跟菲律宾签署一个叫什么安全协议 双方可以在各自的本土上驻军 然后还放话说什么呢 让日本军队立即马上直接干到菲律宾 但是兄弟们 昨天我就说了 这招零吗 他不零啊 对吧 冲洗量我们家就来一个好事联盟吗 双喜联盟吗 对吧 昨天美国这个挑衅动作前脚刚做出来 兄弟们 后脚 我们这边直接重磅出击 咱也没干啥 就出现了四艘科考船 考察船 乌洋乌洋 直接一脚油门干到仁爱教那个破船附近了 然后就开始展开各种各样的调查啊 就这么一个动作啊 菲律宾这边一看 直接吓坏了 吓完了 懵了 说我得干嘛呀 这不对劲啊 之前都不往我这来呀 这这这这怎么就直接干到我家船下面的呢 是不是你什么意思 这要动手啊 这是啊 说完之后呢 那个破船上的人员直接把消息呢 就告诉那个菲律宾的指挥部了 小马克思一看这情况 当时直接懵圈了 直接马爪了 呆了 你干吧 菲律宾这边你打死干不过呀 但是你不干呢 这四艘小艇作业完之后 仁爱教这个破船可是彻底待不住了 那就在小马克思犹豫的时候 美国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了 印太私人部总司令 直接一个电话干到小马克思耳边了 说你等啥呢 啊 马上黄和菜都要凉了 赶紧让你军舰上去啊 上 这个那个你军舰上的人下去啊 干扰他们考察工作呀 就这么的啊 小马克思听完之后他也蒙圈呢 直接就给仁爱教破船就下了下命令啊 说赶紧的你下去干扰他们 就这么的破船上一共助打几个人呢 九个人啊 留一个人看场的 另外八个人坐两艘小破艇 直接朝咱家四艘考察船就干过来了 就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菲律宾这边啊 还只是故意的跑到前面 用发动机泼水干扰咱们的调查作业 结果呢 发现没有用啊 一点用都没有 菲律宾这八个人呢 这简直失心疯了 蒙圈了啊 上头了 打红眼睛了 掏出来狗霸 完了还有渔网 直接开始干扰咱们 当时这个情况 兄弟们可以说是万分紧急 说句不好听点的 就是狗霸这个玩意儿啊 那就是干活的 你拿来当武器这玩意儿你就跟啥呢 就跟方天化己的威力都差不多 对吧 不过就在千军以发关键的时刻 咱家四艘考察船 立刻操作调查船转向了 并且在避开攻击的同时 拿出鱼瓢啊 一下就把菲律宾其中有一个破艇 咕咚就给你扎漏气了 啊 而船上坐的四个人呢 直接哭吱一下就翻了大海里去了 那么按正常情况兄弟们 菲律宾这帮猴子被干完之后 基本上都会写菜 是不是 结果就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就发生了 什么个事呢 这四个猴子掉水里之后 打眼一看 我的妈呀 水下居然还有人 水下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 好几名在水下作业呢 正在对这个仁爱礁这个破船呢 这个船底下进行采样呢 调查取样呢 这事啊对正常人来说还真不会想太多 但是菲律宾这个破船这么些人一看好家伙了 那吓得都半死了 那海里面都兜不住要我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家调查人员在破船船底下采样的动作 在他们眼里面就变味的时候坏了 啊这哪是采样呢 这是计划爆破俺家的船呢 然后让这个船直接沉海呀 这这个地方可是这帮人的房子 你真沉海了 他能回来吗 回来个毛线呢 所以说当时啊 这四个人的船啊 被戳破掉海里之后 一发现不对劲 立马浮出水面啊 呼叫另外四个人下水 就打算在海下啊 阻止咱家的考察人员作业 不过入水之后发生的事就没有记录了 啊没了 所以说具体发生啥 咱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是啥呢 结果那是相当之给力 今天上午咱家调查机构 已经公布了一个图片 五星红 所以我就觉得啊 俄罗斯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 放弃幻想 让中东抵抗武装 能够从俄罗斯这儿得到更先进的武器 叫什么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唯唯就招 俄罗斯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啊 也是有军师给他那啥了 也是真有军师了 怎么个事呢 俄罗斯说了 刚才我不讲了吗 说 我感觉俄罗斯啊 就俄罗斯自己外长说的 说我们不想在中东保持观望者的角色了 美国你不是要找代理人吗 那我俄罗斯为什么不能找代理人呢 对吧 我也想远离我的本土啊 现在你跟我让乌克兰跟我干 隔三差五照 我闹不闹心 难不难受 刺不刺你 惊不惊不意外 反反人 个不个人 对吧 但是如果我在中东呢 那我就打得一圈开 免得百圈来了 我放开了打呀 不是我国土啊 我干死你 我把你所有美军的中东基地给你干出去 我就帮这些弱小国家 我帮我弟弟 行不行 行吧 我一石三鸟 我干的你美军在中东立足 所有中东感谢俄罗斯 而且我还能做实验 都不用军演了 我这实弹真刀真枪 战场上给你演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就应该在中东下下猛力 真的 现在他也是这么做的 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那个什么吗 好多先进武器吗 用于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缓解俄罗斯在欧洲的压力太漂亮了 这个状态就应该这么大 这样说不管是面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方案 都能够占据主动 不受制于人 这个原则也非常适合反霸阵地的其他国家 要让俄罗斯撤回到2022年2月23号之前的边界 你光靠加大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这个力度的依赖是不够的 必须得北约亲自下场 但是美国啊或者整个美西方 现在有这样的魄力吗 即使有啊 大家都宠老大都硬着头皮 说俄罗斯你是个啥就干你 你有这个能力吗 地主家都没余粮了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包括整个北约的军火库 你能拿出来多少弹 俄罗斯今天真下场跟你北约打了 一个星期你都坚持不了信不信 除非你都合武 北约的优势是什么家人们 有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北约有优势 是有优势 北约的优势是经济规模 兄弟们 如果他没有热战跟俄罗斯打经济战 那有可能真让挺难受 还有什么呢 就是信息战 北约面对俄罗斯优势在经济和信息战 但北约的问题也不少啊 俄罗斯在最开始战争的时候 就你知道当时为什么在基辅撤军吗 俄罗斯当时打的那是满面桃花开 那东南西北中那五线作战 盯到四五六一天之内干到基辅 牛不牛太牛了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撤了吗 居然俄罗斯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包括火箭军 几个军种信息不统一 没有后援 这打的是什么玩意啊 这是啊 就咱们打英雄联盟都招补现的吧 是不是都招打buff的吗 没有后援 就我这咔我刚到基辅了 往后一手 妈呀队友呢 没了 我明天吃啥不到 有没有蛋 没有 搞笑不 直接让人给翻盘了吗 抄底翻盘 扶底抽薪 这就是什么 叫综合作战能力 现代化综合作战能力 信息战 信息战 最牛的一个 就是你首先 你得信息互通 大哥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信 但是现在俄罗斯打上 打上道了 越打越好 越打 这个在战争当中 去什么 制军 在战争当中练兵 在战争当中调整策略 俄罗斯真是个奇迹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叫战场换将乃兵家常事 不是乃兵家大机 对吧 俄罗斯换了多少大将了 总是换了一波接一波 拉平换到格拉西莫夫 格拉西莫夫换到苏洛维金 苏洛维金再换到拉平 拉平换到格拉西莫夫 对吧 现在不仅战场换将啊 兄弟们 国防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抓了四个 灭了一个 都换了 全换 你看过有这样的吗 对吧 而且换完之后越大 越开窍了 所以说现在 就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而本月自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为什么呢 咱们就拿说 就是就你打仗 你靠什么 兄弟们 你靠人 你靠刀相炮 嗯 就是刚才我讲的金砖推出那个支付体系 这个事其实咱们讲了两次了 对吧 但是呢 后台 确实这个事情的讨论度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 我就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 就是最新消息是什么呢 就这个系统的很大可能性会在十月份就推出了 呃 有有有系统其实不牛 牛的在哪呢 关键你系统 就像包括有平台不牛 现在好多有干平台的 但有多少 对不对 为什么能干 干不过 因为没有人用 所以说有平台不叫牛的 有平台 呃 不不 就是牛的关键是得有人用 所以让更多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就很惊讶这个事啊 就是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长 呃 叫什么林啊 那呀 什么网人来说了 说现在啊 截止到目前统计的 全世界有190多个国家 那截止到现在是159个国家 已经准备好 在金砖国家支付系统上 上线的时候 直接就用 啊 直接这上线我就用 就跟咱家那个黑神话武空是一样的道理 上线我就买 哎这个人还说什么呢 非常直白 他说这个系统是国际 资金清算系统 swift的替代系统 什么概念 你们要知道这样吗 刚才我说全世界190多个 呃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93个国家 大家知道 美元是世界货币 对不对 全世界一直以来呢 大部分的商品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 知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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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和百战不代吗 对不对 我们不能否认 现在大部分产品 依然是用美元去结算的 用的是美元主导的swift的系统 世界和平发展问题不大 但是老铁们啊 这个就是和平的时候 你用这个swift 你这个不大 呃普通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我们知道的 你们回忆一下 什么时候你们知道说 哦原来外贸 你不做外贸 你不知道这个swift系统 对不对 什么时候知道的 出现战争了 俄乌冲突一开打 老美要制裁 坏啊 因此小孩坏吗 坏俄罗斯 哎用这个系统问题就大了 事实是什么事呢 俄乌战争一爆发 当着全世界的面 老美直接把俄罗斯一脚 巴就给你踹出去了 不让他用了 swift系统 不仅这样啊 俄罗斯300多亿的美元外汇啊 储备啊 全被老美西方硬耗地给扣了 冻结了 说动你就动你 对吧 咱们举个例子 加什么你们就明白了 你们天天网购也好 转账也好 非常方便 对吧 你平时就把钱存在那个手机软件里头 但是兄弟们有一天平台告你 你跟平台关于闹奖了 人家不仅系统不让你用了 你存在平台的钱都给你动了 你怎么着 你你你干不干干 你难不难受 闹不闹心 是不是啊 荒的不只是俄罗斯 就这么一个事儿老体们 美国下了一个臭气 知道不 就这么一个事儿 直接把全世界都弄懵了 全世界都慌了 因为你老美你这么整 你让人没有安全感啊 对不对 平时用你美元被你收割也就罢了 没办法 卑鄙不耐 用你美元结算嘛 那关键时刻你平台吗 不让人用了 而且把人余额都给冻结了 谁能不慌啊 而且放眼全世界 居然就这么一个结算体系 什么概念 你用也得用 不会也得用 为什么老美有这个底气 能把说老子就敢把你冻结了 我读你们全世界 必须用我这个系统 为什么 全世界外贸的 国际贸易的 就这么一个结算体系 什么叫美国霸权 这就是活生生的美国霸权 什么叫强盗 这就是典型的无耻至极的将杨大盗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了 全世界只有美国老主导的一个 SWIFE的系统是其他国家没本事开发这些系统吗 不是呢 事实是过去这些年美国老实力太强大了 而且确实得有美元得解算 人家是世界货币 对吧 你开发美国不参与 重点是世界货币美元不参与 首先就是没人用 其次你得敢这么干 你得如果你这么干了 原来你得让美国老往死里干 因为你冻他的奶酪了 对不对 萨达姆怎么死的呀 对吧 于是呢 讲呢 SWIFE的系统从 19 忘了 73年应该是啊 上下以来 一直活到现在 把俄罗斯一脚踢出去 然后呢 正经的 呃 到什么时候呢 到冻结了俄罗斯三千多亿美元资产 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这家伙成立以来干过最疯狂 而且最恶心人的一件事了 整个世界不敢信了 知道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家伙们就这么神奇 就这么凑巧 全球新的支付系统就要横空出世了 各位知道 今天这个消息还是挺炸裂的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最炸裂的新闻了 我一点不给你们开玩笑啊 你们听一听 是不是这么个事就完事了 好吧 首先第一条新闻啊 美国国防部长大黑驴奥斯汀 今天上午最新发布了一个 一个消息 说伊拉克的安全代表团 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 会去访问美国 有人说 这个事我们知道啊 说 然后怎么个事 为啥是新闻呢 今天给大家公布一下 人说了啊 我们要告你们 让他们为啥来呀 来我们美国什么目的 怎么个事啊 不是别的 就是接受美国政府的邀请 到华盛顿去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事 美军以及所有美西方军队 在伊拉克撤军的具体事 蒙蒙圈 主动撤军了 老铁妈 你们没听错 这是美国主动邀请伊拉克的政府 到华盛顿 干啥去了 不是威胁 哎 也不是这个这个敲的 是去商量美西方军队从伊拉克撤军 你们敢信这个Cover 1 不信这个Cover 2 好吧 而且还不只是美国自己撤呢 而是美军要带着英国呀 啊 这些美西方国家 一起从伊拉克滚蛋 你就说这个消息朋友们 炸不炸裂吧 你们觉得炸裂的 过Cover 炸弹 行吧 那除了这个老铁妈啊 你大家都不信是不是 我也不太信呢 所以咱分析呀 你们先听啊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今天美国五角大楼还有一条消息呢 那是足够之劲爆了 什么事 昨天晚上啊 说我们值完不额的时候呢 美国五角大楼那边紧急开了一个会 说由于动静太大了 直接惊动大批量的媒体 等到美国五角大楼这个经济会议开完之后呢 英国路透社这边有个记者 二话没说 抄袭三个话筒就从上去了 就采访了 话筒递到哪呢 递到大黑驴嘴边了 这英国记者直接问 说请问你们深夜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你们说啥了 直接问大黑驴啊 说你们说啥了 你们绝对啥了 说美军是不是绝对下场了 你听这话 我跟你说大黑驴当时老生气了 真的 直接想踹踹 但是人家该说的不说 少的不落啊 这大黑驴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回复说美国希望通过战争来肢解俄罗斯的目的正在破产 什么概念 失败 美国希望通过战争肢解俄罗斯的目的正在破产 所以说我认为这场冲突最终会在谈判桌上得到解决 哎 但当时啊 就那一刻啊 就是 就是记者都蒙了 然后大黑驴又开始说 说但是这个和谈这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很难预测 说完之后大黑驴走了 你们要知道家人们 这次大黑驴的回复 可是美国首次这么明确的表示 说俄乌冲突 会在谈判桌上解决 而美国这边的表态 表完之后 我得干嘛 老铁嘛 你就看整个德国 法国 还有好几个欧洲国家 全部都认怂了 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是直接放弃乌克兰 我昨天刚讲完波兰已经撤军了 记不记得 今天有一个什么新闻呢 普大帝说 我们确定一直在开放谈判这个窗口 但是你乌克兰不谈 紧接着美国说 俄乌的事情已经就发展到要在谈判桌上解决 紧接着德国 法国 好几个欧洲国家 全部认怂 放弃乌克兰 尤其是德国总理舒尔斯 这个货的表态老经典了 朋友们 今天上午进入采访的时候 舒尔斯人直接说了 现在是时候进行讨论了 只有这样才能更快的将战争 从目前这个状态转向和平 而且舒尔斯还透露一个小秘密 说什么呢 舒尔斯说泽连斯基已经和他达成共识了 就是下次和和平谈判 无论如何得把俄罗斯给叫上 然后好好说一说和谈这个事 怎么说朋友们啊 你说这事是新闻吗 是新闻 这事大不大 太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加上从美国到德国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表态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现在美西方已经是开始放弃乌克兰了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一天之内 美国同时打算从欧洲和伊拉克撤军 到底发生什么事 事出反常啊 他必有妖啊 俄乌打了两年多了 美国美西方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乌克兰的话 即使说了也没有那么做 身体很诚实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分析 到底出现什么事 让美国直接从伊拉克以及欧洲同时撤军呢 来兄弟们 今天的事非常精彩 很重要 大家会一调人家听 咱们先从中东这开始说起 昨天直播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了 我说一个美国人在约旦河西岸 一个女的啊 抗议啊 带点呼呼哈嘿的 然后让乙军一枪给爆了 给爆头了 拿个狙击枪 要按道理来说 家人们啊 这 然后那个 呃 咱们刚才讲的韩国了 是不是啊 韩国现在就五五权呼呼哈嘿 然后有人说 说那个小眼的能这么刚吗 说拉成啥样啊 那知识率 那他都跟老灯都没法比了 现在呀 跟小胡的比比还行啊 都干到二十以下了 老体妈错了啊 那尹西岳虽然看起来是有点 呃 怂 但是稍微了解他的一点人 就会发现 尹西岳这个人呢 我告诉你 他是个典型的笑面虎 尹西岳他是 你不信你就看见 他典型笑面虎 他的目的性非常强 而且他是世家出身 当时他老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他老婆跟他 他老丈母娘 我跟你说就赌这个人呢 他老婆大家挺有钱的 做生意的 啊 所有的砸钱 给他老公 完了呢 让他老公走向政坛 他当时他 呃 跟他老婆认识的时候 是个检察官 啊 就看着他有潜力了 啊 这哥们也挺 这姐妹也挺有眼光的 说实话 啊 然后呢 就我刚才说了 笑面虎 世家出身 你别看他跟大漂亮 跟小本的人面前比较怂啊 但也能看出他上任几年来所表现对权力那个欲望啊 老铁门 是远超一般政客的 这玩意跟他家的女人也有关系 你知道吧 因为什么呢 他家女人在背后吹那整面风啊 包括推波助澜呢 反正所以他对权力这个欲望相当相当是 是哇塞 这种人野心一段发作非常可怕的 知道吧 就有欲望的人非常可怕 而现在韩国国内问题非常多呀 对不对 像什么人口问题呀 家人们 对不对 经济问题呀 他是不是会考虑通过一场可控的局部的战争 来转移这些矛盾 那不好说 他家现在问题老多老多 我不说了吗 连白菜都吃不起了 现在 他家白菜都三十七块钱一颗白菜 兄弟们你们敢想吗 泡菜国连泡菜都吃不上了 一颗白菜三十七块钱 所以说他在咱们山东 临时非常紧急的就买白菜 买了三十万吨的白菜 在山东 小本的家大米没有了 要在黑鲁家买大米呢 咱不知道买个外面 反正说现在这个挺吓人 所以不排除演习约 想通过外部的一些冲突 局部的可控的冲突 来转移国内矛盾 不过咱也得说 你想靠战争转移矛盾 是有条件的 对不对 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通过这招你转移 但是你得打赢啊 对吧 就即使你不打赢 你不能输啊 如果你打输了 不但不能解决矛盾 反而会恶化矛盾 就像当年那个 阿根廷那个总统 发起马岛之战 也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到尹熙悦这家 到尹熙悦这 韩国无疑对自己的军力 比较有信心 所以说现在其实就看大漂亮 会不会把他给摁住了 因为什么呢 毕竟韩国的战时军事指挥权 握在人家漂亮手里吧 那说到这有老铁就问了说 美国人他都已经在中东 在俄乌 那被牵制成什么样的 都不敢瞎场 应该会阻止韩国人在半岛 搞事吧 怎么说 按照常理 正常人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老铁们 你就说美国是正常人吗 而且现在这个局势 对美国人来说 要是全按照常理来说 那就直接等死了 就无庸置疑了 所以说美国人会不会按得住韩国 还真说不定 就算他美国到时候分不开身 兄弟们别忘了 还有个狗呢 还有条恶犬呢 小本的呀 小巴嘎呀 对吧 至于有人担心说 小巴嘎会不会出手呢 我就这么说啊 这事你们压根都不用猜 真的 今天新闻大家伙有没有看的 有没有看的 韩国有个新闻都给我笑屁了 有一个韩国的啊 叫后任部长 在韩国国会任命听证会上 直接当着国会所有成员的面啊 都震惊全世界了 把他家人都给震惊了 还有好几个国家媒体记者全在呢 直接宣布个事 他说啥呢 说那个朝鲜半岛啊 被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灭亡了 日本不是殖民朝鲜半岛吗 所以说他咋说 他说我们韩国人 我们的先辈是日本人 我这个妈呀 家人们 我没说错啊 我也没夸张啊 我也没瞎咧咧啊 你们也没听错 2024年了朋友 一个后任部长当着全世界面 要拉着全国的全部的韩国人 给日本人当子孙了 那你们 你们 你们 你们以为这就是很离谱的 那么错了 这哥们说完这个话之后 韩国最大的在野的 也就李在明 那帮人 直接站出来说话了 说他这玩意 你是个反国